你正书 我大姐他们家呢 哦 乔剑正是桃花和平安 笑着招了招手 姐在这儿呢 两个小家伙跑到了跟前 吃惊地望为人前崭新的马车 大姐 你都坐上马车了 啊哈哈哈哈 快上来 大姐 爹娘让我们来帮你拿东西 既然你有车坐 那我们就回去了 桃花一边说着 一边直直地盯着眼前的马车 明显是很想坐的样子 看着桃花言不由衷的话 钱朵朵皱着眉头招了招手 赶紧的 一会儿就跟不上队伍了 两个小家伙相互对视了一眼 喜滋滋地爬了上来 桃花 爹娘他们还好吧 嗯 爹娘都得拉板车 不能过来帮你 这才让我们过来的 小丫头一边说着 一边开心地挡着腿 这马车坐着可真舒服 桃花 平安 这回你们就跟姐坐马车啊 别走真了 一听大姐说 让他们一直坐着马车 两个小家伙高兴地指点头 因为大多数都是推着板车的 所以行进的速度比较慢 当桥见了眼前浩浩荡荡的逃难大军时 钱朵朵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福吉 咱们这是要去哪避难呢 咱们要去府城外十里的山啊 那里的地方够大吗 应该能的 队伍行进到晌午的时候 李正的同罗声就响了 就地休息 先填饱肚子 钱朵朵赶忙爬进了马车里 将提前准备好的花卷拿了出来 给每人分了一个 看着大姐递过来的花卷 桃花和平安咽了咽口水 尽管很想吃 但还是跳下了马车 大姐 我们不吃了 一会儿吃完了再回来 大姐家本来就没有田地 粮食都是用银子买的 如果我们吃了的话 大姐和大姐夫就没有吃的了 站住 赶紧上来 被大姐给薅上来的两人 看着眼前诱人的花卷 两个小家伙纠结得很 好想吃呀 可又怕吃了 大姐和大姐夫就没得吃了 这是咸菜 就这干粮吃吧 闻着那让人难以抵抗的香味 两个小家伙再也忍不住了 结果花卷大口吃了起来 太香了 原来白面花卷这么香的 这咸菜也好吃 比大伯娘炒的菜都香 众人吃的正像时 耳旁传来一道不悦的声音 老四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钱朵朵回头 见李翠撇着嘴 站在跟前看着沈北轩 老四 娘是怎么疼你的 这大家伙都是见到了的 你可倒好 不让娘坐马车也就算了 宁愿把家里的好东西让给外人 也不说让娘吃 这心可够狠的 周围其他村的人 在听到了李翠的话之后 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柳氏 瞧着他坐在板车上 抹着眼泪都同情了起来 儿子和媳妇坐着马车 却让老子娘坐在板车上 属实是不孝顺吗 怎么着 这马车是我赚的银子买的 我愿意给谁做就给谁做 关你屁事啊 愣心狠 谁能比过你们 你以为大家伙是头一天认识你们吗 就你们干的那些破事 但凡是个小孩子 都能说出个十件八件的 还有脸在这数落我们 说完又看了一眼 在板车上装模作样 抿着眼泪的柳氏 怒气冲冲地走了过去 见到小剑蹄子 杀气腾腾地来了 柳氏下意识地 从板车上跳下来 忙忙几个儿子身旁躲了躲 这小剑蹄子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真怕一击眼对我做点什么 钱朵朵来到了柳氏的跟前 一把就抓住了她的手脖子 直接拽到了李正的跟前 李正说 刚才你也听到了 既然婆婆这么委屈 那不如今儿个就把事情说个清楚 我夫居名下两母帝 再加上烤上秀菜的时炒亭次的两母 一共是四母帝 如今我们都分家了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种才对 如今都被我婆婆她们种着 一粒粮食都不给我们不说 既然还说我们不孝顺她 这一顶不孝的大帽子扣下来 我们可受不了 既然如此 那得我们要回来自己种 我保证 每年至少孝敬婆婆五百斤粮食 正好大活给做个见证 也请您做个见证 原本正装柔弱的柳氏 在听到钱朵朵的话之后 立马就炸毛了 不成 那些地都是我的 当初分家文书上写的明白 只给你们二十斤糙米 得一分没有 只是这话一说完 之前还同情她的那些百姓们 一下子就愣住了 二十斤糙米 没听错吧 儿子孙出去过 就给这么点粮食 这都赶上打发要放花子了 一看这些人 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本村的婆子们 充当起了解说员 哎呦喂 你们可不晓得 那柳婆子 可成是心狠了 嘴碎的婆子们 就跟讲话本子似的 把柳氏他们家 成之拉乱谷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原本人家还在 同情柳氏的外村人 这下子 也没法好眼神看她了 原来这婆子这么狠呢 难怪儿子媳妇不待见她 见大家伙都不拿好眼神 看自己了 柳氏也来了提起 哎呦 我命咋这么苦啊 生儿子差点搭上我这条命 结果就是这么对我的 柳氏一边蹬着腿嚎着 一边咬牙切齿的 瞪着钱多多 本想着让三儿媳妇弄一场 自己也能坐上那马车 结果这小贱皮子 又提起那地 竟然还惦记着那田地呢 既然婆婆委屈 那不如咱们就经关吧 李正叔 后面是镇子里的人 想来镇长也应该在里面 还劳烦你带我去一趟 让官家给评个礼 李正连迟疑 都没迟疑地点了点头 也好 免得总是因为这时闹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筋腰 还不是看人家老四 买了马车 也不论 啥好事都得是他的 竟想美事 一听说要找镇长 不但柳氏急了 就连几个儿子和媳妇也慌了 李正叔 这才多大个事 还值得麻烦人家镇长 那田地的户籍 一直是登记在老四的母下 若是金官的话 那家里的四母地铁 定是没了呢 是啊 四弟妹 这又不是啥大事 找啥镇长啊 看着眼前的两个大伯哥 钱朵朵嘲讽地 勾了勾嘴角 大哥 二哥 咱还是把这事说清楚吧 要不然我觉得这还委屈呢 说完又指了 只能量板车的粮食 你们吃着我们家的粮食 还说我们不孝顺 我可担不起这罪名 咱们还是把事情说明白吧 四弟妹 你消消气 别听你三嫂胡烈烈 她那大嘴巴 你还不小的吗 不用当真的 孙巧兰一边说着 一边不满地瞪着李翠 就是没事闲的 咳这祖宗万傻 这下子给转急眼了 若是真闹到镇长面前 那四母地肯定就没了 是啊 四弟妹 别离你三嫂那破车嘴 张大花也跟着附和 也不满地瞪着老三媳妇 这回准出事也不支声了 真是个简家精 李翠记得直摸牙 能怨我吗 还不是婆婆指使的 多多算了 我们回去吧 不成 吉儿个者是一定要说清楚 夫君 这些粮食 心狠 那在这就去找镇长 一看这小健蹄子 是真急眼了 柳氏心里也慌了 没办法 只能放大招了 眼皮子一翻 嘎得就晕了 娘您怎么了 钱多多晓得这婆子是装的 正要把她给弄醒 就被沈北轩给拉回去了 尽管她也晓得娘是装晕的 但让这么多人围着看笑话 心里还是不舒服 刚一来到马车旁 就听到了一阵 让她厌烦的声音 小子